何圖就被院士兄弟逐去了,現在說回那個暴盜巡檢,他帶著官兵,一直蹲在船裡,他說:「何官賊還說那些警察不中庸,要自己去探路呢?又是去了那麼久,還不見回來的。」 唉,這個時候,正是初更左右,門天星斗,那些人還很自由,今天就當遊河系,在船上透露。忽然之間,嘔吐一聲,刮一陣怪風,吹到人們壓緊臉,嚇到心驚膽跳。 哎呀,閉家寶,那些船艦都吹斷了,大家一味叫苦連天了。 那些官軍正在亂糟糟,不知道怎麼好的時候,聽見後面有哨子響,頂著風看過去看看,只見在廬花檔旁邊,忽然火光閃閃,大家一見就叫了,哎呀,死了,那些人殺死無疑了。 哦,那些官軍這邊,大船,西船,若莫有四五十隻,正是被那些大風吹到你坐我,碰朗來朗去,那些火光已經來到面前了。 原來是一堆艇仔,就有兩隻劫主,上面滿滿地堆著芦苇柴草,被別搏搏地燒著,趁著順風一直衝過來。 官軍這四五十隻船就湧了一堆,河蔥又窄,想避都沒有避,水底下,原來還有人推著火船燒過來的,燒到大船上面的官軍,人人都跳塌上岸的逃命了。 誰知四周圍,全部都是那些蘆葦堂,爛扮堂,沒有刊路的,之間岸上的蘆葦,又是合合聲地燒上來。 那些賊賊官兵這趟死了,兩頭都沒有,風又緊時,火又猛,那些官兵只有捐去爛扮堂處站在那裡。 在火光之中,只見了一隻快艇,有個人在船尾搶船,船頭上有個道士先生坐在那裡,手拿著一把納納的寶劍,大聲地喊,不要讓他們走,一個! 那些官兵放在那裡,道士先生話口未遠,盧偉藏的東岸有兩個人,帶著四、五個打魚佬,手上都拿著納納的刀槍走過來。 西岸又有兩個人,也是帶著四、五個打魚佬,手上也拿著納納的飛魚鉤走過來。 東西兩岸,四個好漢帶著這群人,一起動手,順著那麼殺,沒多久,就將很多官兵都殺死在那些爛扮裡。 東岸那兩個人,是潮凱、阮小五,西岸那兩個人,是阮小二、阮小七,快艇上面那個道士先生,就是洗法術製風的公宣性。 他們殺了官兵,只剩下河觀察一個人,好像紮粽一樣,紮了一塊就扔在船艙裡。 阮小二將他扔上岸,指著他來罵。 你這個人,是濟州一個殘害老百姓的蠢蠢。 我本來是想將你碎絲萬斷的。 至現在呢,不殺你。 你回到去,就跟濟州府管事那隻畜生講。 我們石蠍村的院士三孔,洞溪村的天皇朝臺,都不是很欺負的。 我沒去你們濟州城借梁,他也不來我們的村樹找死。 看一看來吧,不說你是小小一個周韻,也不說是蔡太師派的親信來捉我們。 就算是蔡經他親自來,我也要捉他二、三十個大洞。 我們放了你回去,你就不要再來了。 你回去報個信給你那個臭爛官人聽,叫他不要來找死。 這次是沒路的,我叫兄弟送你去路口。 於是阮小七,就用一隻快艇把河圖一直送到大路口,便渴望他, 你問你住一直去,沒多遠就有路了。 不過這樣啊,其他人都殺了,難道就這樣靚靚漏漏,放你回去嗎? 只會讓你那個周韻畜生笑而已。 來吧,請你留下兩隻耳朵來做個證據吧。 阮小七在身邊摸一把佔刀,將河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,哎喲喲,鮮血碰流。 阮小七插上好刀,解開腰帶,放了河觀察上岸, 賀徒就撿一條命仔,一摸一摸,找路撿回去濟州,這些就不講他那麼多了。 現在還講朝蓋、公孫勝和阮家三兄弟,帶著十幾個打魚的莊客,爬著六七隻船,離開了石鐵村湖泊的一直去李家道口。 去到那裡,找著吳用和劉塘的船隻就匯合在一起,吳用問起打官兵的事情。 朝蓋就長長細細地說了給他們聽,吳用他們聽了就很高興了,整頓好船隻,就一起撐去漢地筆律朱桂那間酒店了。 朱桂見到那麼多人來到,說是要投奔梁山博入伙的,就連忙出來迎接。 吳用就將那些經過都說了給朱桂聽,很歡喜,就逐個逐個都相見過,就請進去大廳坐落, 立刻就叫酒保按照規矩,安排走職來款待大家。 接著,朱桂就向著對面港口的盧偉林,射了一支響戰過去。 響戰一到,立刻就有小流羅抓著艇仔過來。 朱桂好快地寫好一封信,長長細細地寫明眾位豪杰入伙的聖名人數,就交給小流羅帶去山寨報告,一面又湯陽來招待各位好漢。 過了一晚,明天一早起床,朱桂就叫了一隻大船來,請各位好漢下船,就帶來朝蓋他們坐落的船隻,一齊就駛去山寨。 朱桂住, imminent,通常,沿著大船隻佛全了,有何幫忙。 路 Johnny 一團看,自殺小流羅,逃逃走四隻蟑 Everyday,朝蓋一個端吃到南海,並多酒,便出 air,趕走漢而已。 不久,仍然人便來到我的金沙灘上岸,その家倌和那班獵戰 conceal些種客人,便便留在此等著哪來階段。 朝蓋他們各位好漢,就由幾十個小流羅帶著上關,王倫率領著一群頭領出關來迎接,朝蓋他們芳芳行禮。 王倫回答:「小可王倫,苟聞朝天王大名,如雷觀矣,今日好高興得到各位芳林草寨。」 朝蓋就說:「朝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,非常粗魯,今日有難在身,甘心在頭領的帳下做一名小卒,如果能夠收留,就感激不盡。」 不要這樣說,不要這樣說,各位請到小債,再來商量。 朝蓋他們一群人,就跟著兩個頭領上山。 來到最容易聽,王倫再三謙養,請朝蓋一行人走上去。 朝蓋一行七個人,在右邊一排站定,王倫和眾頭領就在左邊一排站定,一個一個都走過禮,然後分開奔主對席坐下。 王倫叫站在街下的那群小頭目過來,敬過禮,就吩咐宙惡,又吩咐小頭目,去山下款待跟朝蓋來那群徐蟲和家眷,請他們在關下的賓館休息。 當時在山仔上面,撞了兩隻王倫,十隻羊,五隻豬,敲鑼打鼓,大排賢夕。 在喝酒的時候,朝蓋將事情的經過和想法,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和各位頭領聽。 王倫聽了,哎呀,當堂嚇嘴,心十五十六,不敢出聲說行,又不敢說不行,就只有吩咐咐,言不由衷地應御先。 到了夜晚,散席了,各位頭領就送朝蓋他們去關下賓館休息。 朝蓋又好歡喜,他們吩咐那六個人說,我們犯了這樣的迷遷大罪,去哪兒安身好? 如果不是這位王頭領這麼錯愛,我們真是無地容身,這位恩德,一定要報答。 不用一味冷笑,朝蓋就說了,先生為甚麼一味冷笑? 有甚麼事?說出來,我們一起商量。 慶長,你性情直率,老實火頭了。 你以為王倫真的肯收留我們嗎? 慶長,你就算看不到他的心,只看他的神識動靜就行了。 他的神識怎樣? 慶長,你還沒看見嗎? 初初喝酒的時候,他和慶長聊天,就好像說家後情。 跟著慶長,你一說出話,殺了那麼多官兵和暴盜巡檢,又放了河土,又說起遠視三鴻那些英雄豪傑法。 他和慶長,他的神識有點變。 他嘴巴雖然先忍著,只看他的動靜,他的心是不同意的。 如果他真的有心收留我們,早就應該商量定個座位次序了。 道千、宋萬這兩個是個粗人,不懂什麼事的。 他們沒有看出王倫的心事。 只有林聰這個人,他是京師禁軍教頭,是大地頭的人,見過大場面,什麼都知道。 現在不得已,錯了第四位。 先頭,王倫這樣回答慶長,我就看著林聰的了。 他的心是不服的,不懈地用雙眼看著王倫。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。 我看他對我們是有心,是想幫我們,不過是不能出聲的。 好,讓我落下嘴頭,使他們山仔內部自己火兵打起來也行。 朝蓋就說了,那好,我們要在這裡安身,就全靠先生你的妙策兩謀。 當晚七個人就上床睡覺了。 翌日天亮有人來通報說,林教頭來探你們了。 不用就跟朝蓋說了,他來探我們就中我的雞了。 大家立刻出去迎接,就請林聰進來賓館裡面坐。 吳用走上前多謝他說,昨晚得到這麼豐盛的款待,十分多謝。 林聰就說,小人真是對不起,雖然有心幫助,但不在其為就毫無辦法請各位原諒。 吳用說,我們雖然是粗魯,沒有學識而已,不過人非草木。 頭領對我們的好意,我們是知道的,非常感激。 朝蓋又再三謙養,請林聰上座。 林聰不肯,怎麼都要朝蓋在上手邊坐,他自己就在下手邊坐落。 朝蓋說,一向聽聞教頭大明,想不到今天能夠相會。 林聰說,小人往日在東京的時候,和朋友來往,有什麼需要林聰做的事,從來都沒有失誤過。 今天雖然能夠認識各位,但是還不能夠隨我平生之願,所以專程來請各位原諒。 朝蓋說,教頭對我們這麼有心,我們很感激。 誤用就跟他說,小生一向都聽聞頭領在東京的時候,十分豪傑。 不知為什麼事和高球不對,搞得被他陷害呢? 後來,聽說頭領在倉州被火燒了大軍草尿場,又是高球的詭計。 但是,最後,不知是哪一位推薦頭領上山的呢? 說到高球賊官喊害我的事,提起我們周身火燒,又不能夠碰這個仇。 唉,後來得到柴大官人舉戰,就能這處安身。 柴大官人? 是不是江湖上人家說的那位小旋風柴進? 沒錯,就是他。 朝蓋說,小可經常聽人說,說柴大官人仗義疏彩,接納四方豪傑,又聽說是大周皇帝的派子孫,如果能夠跟他相互一面就好了。 吳庸又跟林聰說,這位柴大官人,是個名民海外,聲播天下的人民。 教頭如果不是武藝超勤,他怎麼肯舉戰上山? 不是我吳庸當面公為教頭你。 旺倫是你應讓我第一位給教頭坐得對的。 這個是天下的公倫,而且也不辜負柴大官人的舉戰。 善善過掌,小人犯了大罪去投奔柴大官人。 並非他不肯留我,而是怕陀害了他就不好,所以小人自願上山。 誰知搞到今天這麼沒意思? 小人不是說嚴助為次序低微,主要的是黃倫這個人心術不定,說話都沒有句真,難以相處。 是嗎? 我見黃頭領代人接密一團和氣的。 不過他的心地這麼合愛的嗎? 我們山仔今天這麼幸運,得到你們這麼多位豪傑來到相扶相助。 真是好像錦上天花,寒苗得雨。 不過黃倫這個人心懷妒忌,方寫你們各位豪傑來了之後會壓低他。 昨晚一刻,他聽見兄長說起各位殺死官兵的事情。 他就有點不對勁,不想收留各位。 就因為這樣,他才請你們各位豪傑來關下這處住宿。 不用就說了,既然黃頭領是這樣的,我們就不要讓他開聲叫我們扯下,不如早點離開這處去投奔第二樹吧。 各位豪傑,你們千萬不要見外,臨寵我才有辦法。 小人就是怕各位豪傑想離開,所以特意一早就來告訴各位。 今天看看他怎麼對待各位。 如果這個家夥的說話說得合情合理,不像昨天這樣,就什麼事都沒有。 如果這個家夥的說話有半句不妥,那就一切都包在我臨寵身上。 朝蓋說,頭領這麼錯愛,我們兄弟都非常感激。 吳蓉又說,為了我們幾個人,使得頭領和舊兄弟反面。 如果可以留的就留,不可以留的,我們馬上就走。 臨寵說,先生你錯了,古人也說,聲聲色聲聲,好漢色好漢。 讓他這樣一個家夥,骯髒骯髒,沒什麼用處。 你們各位歡心。 說完,臨寵就和大家告別,他說,等著再見。 朝蓋他們一直送他出門口,臨寵就翻上山。 過了沒多久,有個小樓樓走來請他們說,山仔上面的頭領請各位好漢現在去山南水寨宴會。 朝蓋說,你去回覆給頭領知道,我們等一會兒就到了。 小樓樓走了之後,朝蓋就問吳蓉說,先生,這個宴會你看會怎樣呢? 哈哈哈哈,兄長你放心了,這趟會有份做山寨之主了。 今天,臨教頭必定有火冰黃倫的意思。 如果他等人一時又心灰意冷,少生就靠三寸不爛之事,說得他不火冰都不行。 慶長和各位身邊,用暗藏好武器,到時大家看著我,我用魔狐鬚做信號,大家一見到就可以動手了。 朝蓋他們聽吳用敢說的,我心都暗暗歡喜了。 到了神派,即是上午九點鐘上下,王倫就派人來吹請了幾次。 朝蓋他們幾個人,人人都帶了家伙,藏在一個新書,裝促得妥妥當當,齊齊整整,就準備去喝了。 只見宋萬騎駐馬,親自來到賓館請,小流落就抬了七頂橋來,七個人都上了橋,燕日燕日一直抬到南山水寨,那時候非常之好景致。 他們去到一間水亭前面下了橋,王倫、杜遷、林聰、朱鬼都出來了迎接,請大家進去水亭裏分開賓主坐落。 王倫和四個頭領,即是杜遷、宋萬、林聰、朱鬼,就坐在左邊的主位上面。 朝蓋和六個好漢,吳用、宮宣勝、劉堂、三院,就坐在右邊的客席。 小流落就輪流過來敬酒,喝過了幾杯,吃過了幾道菜,朝蓋和王倫聊天, 只要一提起入火最容易的事,王倫又說其他東西,嗯,咬咬咬咬咬不說。 不用,看下臨沖了! 一見林聰打側身,坐在一張交椅樹,過傷眼,一尾釘著黃倫。 這個宴會一直到了下午,黃倫又叫小樓羅拿東西出來。 幾個小樓羅去了一陣,只見有個人捧著個大托盤回來,托盤上面放著五頂大銀。 黃倫又起來敬酒,他們朝蓋說, 這次承蒙各位豪傑來到這裡最容易, 閉嘴少少一個山寨,不過是一瓦之水,不用得落那麼多珍籠。 這裡準備了一些博禮,請各位少納,勞帆各位另外去找個大的山寨撤馬,到時小人一定派人親自去揮下納行。 朝蓋說,小人苟聞貴債朝賢納事,所以捐乘來投奔入伙。 如果不能夠商用,那我們扯就是了,至於所賜的白銀,決不敢領。 不是誇口,小人多少還有些使用,請收起後禮,我們告辭了。 黃倫說,為何不肯收這麼客氣? 唉,並非是閉山不肯容納各位豪傑,確實是因為糧食又少事,房屋又缺。 恐怕日後悟了各位就不好了,故此不敢留大家而已。 話又未了,只見臨終豎起同眼眉,登大雙眼,坐在教椅上面大聲地喝,說, 哼,以前我上山的時候,你又是推堂說糧食小房屋缺? 今天,朝卿和各位豪傑來到山寨,你又是說這些說話出來,是什麼意思? 吳用就說了,頭領不要生氣,頭領不要生氣,這些都是我們來錯了,破壞了你們山寨的情分。 今天,黃頭領以禮相待,打扮我們下山,還送了洗用,並沒有說趕我們走,請頭領不要生氣,我們走就是了。 林聰說,你們不知道,他是一個說話好聽,行為卑鄙的人,我今天怎麼都不放過他了。 黃律就開他,說,你看看這個畜生,又不是喝醉酒,說這些說話來觸犯我,真是不分上下尊卑。 林聰發大火,他說,你不過是一個落地的窮鬼書生,我肚裏面又沒有料,你怎麼做到山寨之主? 吳用就說,朝卿呀,現在我們要上山來入火,搞得他們頭領之間傷了感情,我們還是快點準備船隻告辭吧。 吳用說完,朝卿幾個人就站起來,要走出一間水亭了。 黃倫挽留他們說,那等散直才走啦。 林聰忍不住了,他一腳踢過了一張桌子,一斜身,在衣襟裏面拔出一把納納的刀來,哇,來了,爆火了這趟。 吳用見到時機二度,就用手摸一把鬍鬚。 這個信號一發出,朝開流堂就走上去,炸家衣攔月黃倫說,不要火兵呀,不要火兵呀。 吳用就一手摸著林聰說,求領不要亂來呀。 公孫勝同炸帝勸他一句說,不要為了我們傷了義氣呀。 那樣,軟小二呢,就去傍著道遷,軟小五就傍著宋曼,軟小七就傍著豬鬼,嚇到那些小流露,瞪大雙眼,瞎大嘴,傻了。 林聰捉著黃倫人,罵他說,哼,你是一個鄉下的窮鬼鼠生,全靠道遷你才來得這裡。 財大官人幫助你這麼多,送這麼多錢給你,替你做朋友,他舉戰我上山,你都更豬多推堂。 今天各位豪傑突然上山來聚意,你又要打發他們下山。 難道梁山伯,就是你一個人? 你這個妒忌賢能的賊總,不將來殺得還有什麼用?你儲保一個亦不做的山寨之主? 道遷,宋曼,豬鬼,本來是想過來勸的。 知道被這幾個人磅磅磅磅,還在哪裡敢動? 黃倫是想要穩定的,又被朝蓋留堂攔住。 黃倫知道閉家婆在那旁,就大聲喊,我們心腹去哪裡啊?去哪裡啊? 沒錯,雖然黃倫還有幾個死黨,本來都想過來救他。 不過見到臨聰那種兇猛犯,就沒有這麼過來。 臨聰當時拿著黃倫,又罵了一頓,然後對著他心口一刀,當堂拿著他的命,啼啼一聲打在地裡。 朝蓋他們見殺了黃倫,個個都拿著把刀出來拿著一手。 臨聰又割了黃倫的頭殼,用手拿著,嚇到道遷,宋曼,豬鬼,又立刻跪下,說:「我們願意跟隨大哥,向大哥欺罵。」 朝蓋他們連忙扶起他們三個人。 吳用就在血缽裡頭,將第一把交椅拉過來,邀請臨聰坐,他說:「如果有誰我不服,就以黃倫為禮,今天我們扶臨教頭為山寨之主。」 臨聰大聲說:「先生,你這就不對了,我今天只是為了各位豪傑,以義氣為眾,火併了這個不仁不義的賊種。 我完全無心想謀這個位置,現在,吳兄你說要讓這個第一位讓我臨聰坐,豈不是讚給天下的英雄恥笑我? 如果各位硬要逼我,我就寧願死,小弟有幾句話,不知道各位肯不肯聽我的呢?大家就說了,頭領的說話,誰敢說不聽呢?請說吧。」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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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